首先把土豆去皮 土豆去皮以后擦成细丝 加入一勺盐,盐出水分 一把洗干净的韭菜切碎 切好以后放入大碗里 准备一个碗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热锅倒油 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 用筷子搅成鸡蛋碎晾凉备用 锅里不用放油,放入一把虾皮 炒至微微发黄,关火晾凉备用 接下来把土豆挤干水分 把挤干的土豆放入韭菜里 加入食用油 搅拌均匀,这样可以锁住水分 烫过水的香菇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放入韭菜里 倒入炒好的鸡蛋碎,晾凉了虾皮 加入蚝油 一勺豆瓣酱 一勺五香粉 一勺盐 最后倒点香油 搅拌均匀,馅料就做好了 这是在超市里买的两块钱的饺子皮 取一张饺子皮 上面刷上一层油 上面再放上一张饺子皮 像这样萝卜四五张就可以 先用擀面杖压几下 然后再擀开 擀成这样就可以了 便便称预热不用刷油 把饺子皮放入 烙至三十秒给它翻个面 把第一张饼皮接下来 烙至三十秒再给它翻个面 把上面的饼皮接下来 像这样一张一张的把饼皮接下来 看一下这样做出的饼皮非常的薄 也非常的筋道 取一张饺子皮,放上馅料 再给它包起来 这样我们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我们的生胚就全部做好了 便便称预热刷上一层油 把生胚放入 再给它